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一览国学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曾世强,人到中年,去一趟医院,能看清人生真相。 点个订阅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曾世强,人到中年,去了一趟医院,看清了几条人生真相。 医院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见人心,见生活。 你活成什么样,也许来一趟医院就全明白了。 如老梁在节目中所说,如果你想了解人性,就去医院看看。 没有一处地方能像医院一样照见自身,你的身体状况,你的人情冷暖,你的经济状况,在医院中无所遁形。 也没有一处地方能像医院,能让我们如此深刻明白什么是世间珍贵之物。 其一是健康,健康是医,其余一切都是灵。 其二是眼前人,不离不弃,陪你挨过生活隆冬的永远是他。 其三是当下,唯有当下不忘努力,才能不忧不惧地面对生活的意外。 曾世强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,他的讲座和著作深受国人喜爱。 在他的一次讲座中,他谈到了一个关于人到中年的话题,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,人到中年。 会经历很多人生的真相,而这些真相,往往与年轻时所想象的不同。 第一个人生真相是,有酒有肉多兄弟,未难何曾见一人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在生活富裕的时候,人们总是喜欢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,大家一起喝酒吃肉,好像非常愉快。 但是,一旦遇到了困难,这些朋友却往往不愿意伸出援手,甚至可能离你而去。 这种现象,可以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解释,是指于道,而耻恶依恶使者,为足于一也。 论语,理人,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一个有志向的人,应当以追求道德为己任,而不是沉迷于物质享受。 那些只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人,往往缺乏真正的朋友,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志向和信仰,所以无法与人建立深厚的感情。 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流,天气一冷,狗肉包又经常摆上了餐桌台面,有道是,狗肉滚三滚,神仙也站不稳,看来神仙也难抵挡酒肉的诱惑。 传说中,神仙也能喝醉,现实中喝酒喝死的常有,许是有生前热衷于喝茅台,后来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,仍无无法忘酒。 他说,冷酒伤肝,热酒伤肺,无酒伤心,有人信誓旦旦,以酒论交情,我宁愿伤身体,也不愿伤感情,此话看似豪情万丈,细思根本就立不住酒,你连身体都不复存在了,还拿什么去跟人谈感情,一杯是人饮酒,两杯是酒饮酒,三杯是酒饮人。 更多的情形是,有酒有肉多兄弟,急难何曾见一人。 有酒饮时,称兄道弟,高朋满座,毫不风光体面,关键时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。 酒逢之急饮,诗相慧人吟,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甘若矣。 天天烂醉如泥的人,酒肉朋友不少,知心朋友未必真多。 古语有云,遂不含无以之松柏,是不难无以之君子。 酒肉朋友,狐朋狗友,在危难面前,终究是经不住考验的,这也说明这种友谊本身就非常不可靠的。 热衷于社交的人往往自诩朋友众多,其实他们心里明白,社交场上的主宰绝对不是友谊,而是时尚,利益或无聊,真正的友谊是不喧嚣的。 第二个人生真相是,鲁迅先生曾经在小杂杆中,写过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场景。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。 那尖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,对面是弄孩子,楼上有两人狂笑,还有打牌声,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他死去的母亲。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,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 鲁迅先生是观察事物,人性的高手,上面这几句话表明,也许对你来说,天大的事情,在别人那里压根就是个故事而已,别人不懂你的感受的时候,你在大声呼喊也毫无用处。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虽然人类有共同的情感和感受,但是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感受都是独特的。 所以,很难真正理解别人的痛苦和欢乐,这个观点,可以在庄子中找到相应的国学观点。 庄子,逍遥游中有一句话说,鸟之逍遥,其自然也。 人之逍遥,其自然也。 庄子,逍遥游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,是一种自然的状态,而人在生活中也应该追求自由自在的状态,不要被外界的干扰和压力所束缚,这种状态需要人们拥有独特的思想和见解,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感受,而不被外界的评论和情绪所左右。 虽然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这句话,听起来很扎心,但这却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内心的写照。 总体来说,关系疏远的人们之间,悲欢并不相通,他人的好与坏与我们关系不大,但是关系亲近的亲戚朋友之间,虽然可以悲观稍微相通,比如说亲人难受,我们也难受,但是依旧达不到感同身受的地步。 因为即便是最疼爱我们的父母,也不能真切感受到我们身上的痛苦,他们不可能替我们受苦受罪,我们也不能替他们受苦受罪,人与人之间可以互帮互助。 但是,帮助不是替代,可以感同,不可能真正身受,人生终究是属于自己的修行。 就如爱因斯坦所说,苦和甜来自自己和外界,而坚强则来自于内心,来自于一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。 第三个人生真相是,人心是不知足的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人类往往在得到一样东西后,就会渴望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,而不是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这种现象。 可以用《道德经》中的话来解释,民之鸡,以其上十岁之多,是以鸡,《道德经》第75章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人们的饥饿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征收过多的税收,导致人民贫困饥饿。 这句话的启示是,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,而不是盲目地追求物质的满足。 许多时候,我们总是简单以为自己真心对他人好,他人会感恩,岂是不然? 因为人心是不知足的。 比如说,前几天看一则消息,女子好心给流浪汉买饭吃,流浪汉看了一眼饭菜,很不屑地又把盒饭放到了好心人士的手上,转身离去了。 这就是又应了老祖宗的一句话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但背后深层次原因还是因为人心是不知足的。 得到了,还要更好,一旦没有达到自己心理预期,就抱怨,就恩将仇报。 人性的弱点,这本书中写道,感恩是一种极其有教养的产物,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。 的确如此,我们不能奢求人人都懂得感恩,毕竟人心是不知足的,但是他们对我们好,或者他们懂得感恩,我们要珍惜。 不知足是一种责任,更是一种精神。 很喜欢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,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。 大多数人之所以平庸,是因为太容易满足而不思进去。 一旦找到舒适安逸的位置,便开始得过且过混日子。 磨平了棱角,丧失了斗志,不再努力工作,也不再认真生活,只剩下混吃等死。 庄子曰,夫哀莫大于心死,而人死亦次致,一个人最大的悲哀,莫过于此。 优秀需要百倍努力,而这种动力的来源,就是对现状的不满足。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,对于科研事业永不满足,他把一生都铺在自己的研究上,在他孜孜不待的努力下,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杂交水稻新品种,产量率颇新高。 正是因为他永不满足于现状。 拥有不断进取的精神,才让他成为业界翘楚。 人生不需要有贪欲,但要敢于不满足,对现状的不知足,即使失败也会寻找出路。 唯有不知足,才能白齿干头,更进一步。 让我们在不知足中获取动力吧。 曾世强提到的三个人生真相,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思考, 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相应的国学观点,以增加趣味性和深度,我们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。 而不是盲目地追求物质的满足,要追求自由自在的状态,不要被外界的干扰和压力所束缚,要有真正的志向和信仰。 与人建立深厚的感情,才能真正理解别人的痛苦和欢乐。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,点个订阅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